以自己安全為主 然後一定要兩個一起行動 相坡塊就是垃圾比較多 然後會需要滑在方向 相坡塊果真隱藏許多垃圾 幾乎都是保特瓶 如果沒有清理 最後就是流到海洋 一旁有人垂吊 這群年輕人則是彎腰尋寶 石頭不要剪 石垃圾才要剪 而在沙灘區垃圾種類五花八門 有人拿垃圾夾 有人雙手剪食 用自己習慣的方式 加快回收速度 我來參加過四次競賽 我是覺得手套比夾子方便 三個小時就回收將近三十袋垃圾 拿到岸上還要分類 回收可利用的資源 淨灘後大家對環保有更深刻體會 大家還是要有一點就是功德心 你們不要再把東西丟到水裡面去 就希望下個學期還可以再舉辦一次淨灘 那希望之後可以去淨山 淨溪 將近八十位年輕人和社會人士 犧牲休假淨灘 他們是比淡水夕陽更美的風景 大愛新聞真善美志工 李懷生 周玉姬 臺北報導 謝謝大家